今天分享小孩很喜歡吃的蕃茄蘑菇紹麵 蕃茄雞蛋湯酸爽又開胃 紹麵卷卷卷又爽滑 有營養又容易煮 小孩每次都吃到停不了手 先把老爸生的靚蛋炒香後裝起來 然後再煮蕃茄湯 新鮮成熟的蕃茄披皮後切小塊 炒的時候放一點鹽 蕃茄汁就會出泥 炒至有濃郁的蕃茄味後再下水 吸蓋大火煮五分鐘 這個紹麵魚魚的成分很乾淨 剩下水紹麵粉和植物油 傳統工藝製作四身就特別可愛 現在不用外出 想吃的時候就隨時煮 蕃茄湯煮好後放紹麵 白蘑菇和雞蛋 放鬆蓉蒸和糖調味 繼續煮五分鐘煮到稠滑的狀態就OK 再灑芫荽更加香 一個簡單好吃的蕃茄白蘑菇煮紹麵 就大功告成 平日早餐想不到吃什麼 我就會煮這個笑麵魚魚給小朋友吃 笑麵魚魚細細粒又生得可愛 入口非常順滑 小女兒輕輕鬆鬆就吃光一大碗 我是笑麵爸爸 記得準時吃飯 點個讚 我喜歡吧 對